哈喽大家好,我是张馆长,欢迎收看馆长聊应 今天我们继续每句兄弟联第二集的故事 首先,我想更正几个关于军阶的错误 在第一集的视频里,温特斯首先出现了场景 也就是在英国空军基地,他和尼克松都是中卫 而在托阿克训练营一开始,温特斯的军衔是少卫 后来由于训练的接触表现,被提拔为中卫 供养康普顿刚进入一联时,他的军阶是少卫 一联唯一一个和索贝尔关系好的,是军事长艾文斯 扮演他的演员也是我们熟悉的西蒙佩吉 近期大热的电影《头号玩家》,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配角 他参演的作品还有《僵尸萧恩》、《星际迷航》、《谍中谍》等等 让我们来到第二集的故事中,根据老兵们当时的回忆 他们必须按照飞行员给出的降落灯执行操作 红灯准备,绿灯就要马上跳伞 当时很多人把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放在腿袋中,用绳子拴在腿上 而在螺旋桨强大的气流以及开散时的作用力下 绳子崩断,腿袋也不知道飞到哪去 在飞往诺曼底的C47运输机上,士兵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紧张和忐忑 瓜奈尔拿着十字架项链默默地祈祷 有人沉默,也有人抽烟打发时间 军事长艾文斯目光呆滞 连长米汉中尉帮他梳解焦虑 不管之前做好怎样的心理准备,当大战开始之前 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和忐忑 C47运输机穿越厚厚的云层 此时也渐渐响起了炮弹的轰鸣 诺曼底越来越近了 飞行员们打开降落红灯,温特斯命令伞兵们挂上伞沟 检查装备,做好最后的准备 随后他们遭遇了德军猛烈的地面高炮射击 一颗颗烈光弹在空中炸响 不停地有飞机被击中,机舱里也有人被击伤 而一连连长米汉中尉所在的飞机被击中了左侧的发动机 大家还来不及跳伞,飞机就起火并坠毁在地面 没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面对如此大的炮火压力 变得惊慌失措 他们下意识踩下油门,使飞机加速 甚至还没有抵达降落地点,就提前打开了降落的绿灯 温特斯下令大家开始跳伞 降落伞打看没多久,就到达了地面 等他降落之后,发现腿带不翼而飞了 他遇到另一名降落的伞兵 说出了之前预定好的暗号,闪电 对方看来也是太紧张,说的是该死 温特斯提醒他要按照正确的口令 我说闪电,要回答雷鸣接头 对方认出温特斯是自己参加过部队篮球队的教练 他自己名叫霍尔 他的腿带也在降落时丢了 他作为通信兵,里面装有无线电和电池 解开降落伞的两人,开始摸黑寻找其他人 霍尔是A连的人 他说看来有人降落错了地点 温特斯开玩笑说,有可能是我们都搞错了 霍尔询问温特斯有没有武器 而我们的主人公手里只有一把佩刀 温特斯拿着教范里的句子提醒霍尔挣扎眼睛 寻找建筑物,农舍,桥梁道路和树来辨别方向 结果说完两人相视一笑 所在的小树林里最不缺的就是树 他们在河边听到了动静 温特斯拿出金属蟋蟀发声器发出信号 对方也没按口令要求接头 结果是利普顿和82世的两名兄弟 他告诉温特斯刚才看到一处路标写着圣母教堂 温特斯拿出小手垫,地图和指南针 判断现在所处的位置 同时用雨衣挡住灯光防止被敌人发现 通过查看地图 温特斯发现他们降落所处的地方 距离目的地还有7英里 留给他们完成任务的时间还有4个小时 他们的目标是犹他海滩的2号滴到 不清除那里的守军 摊头部队就无路可走 温特斯等人在行进途中遇到了另一小队人员 是瓜内尔、托伊、马拉奇以及泡泡岩几个人 他们沿着铁路朝木立地方向走去 在途中霍尔发现了异常 他们埋伏在旁边的寒洞出口 对方是德军的巡逻队 还没等温特斯下令 瓜内尔就抄起机枪一阵突突突发起战斗 打得对方措手不及 瓜内尔的哥哥在意大利刚刚阵亡 这让他难以压抑心中怒火急于复仇 温特斯告诉瓜内尔下次要等到命令才能开火 后者不高兴地小声说 遵命贵格教徒 温特斯接过别人递给的德军枪支作为武器 带着大家继续前进 第二天的清晨天还蒙蒙亮 大家沿着河边继续前进 瓜内尔和托伊抱怨 自己杀了好几个德国佬还被教训了一顿 吐槽了下温特斯 刚才没有武器啥也没干 他们来到一处农场 还有着刚刚战斗过的痕迹 可以看到几名美军散兵和德军士兵尸体 还有一个降落伞被卡在树上 大家打走了战场 补充到需要的枪支弹药 随后温特斯一行人终于来到了营部和大部队会合 他们还遇到了一小队被俘虏的德军士兵 马拉奇过去用英语挖哭他们 孩子你来在哪 对方一名士兵居然回答到俄勒冈州的尤金士 马拉奇没有想到在这里也能碰到自己的老乡 对方是出生在美国的德裔 战争一开始 他就和家人响应号召 作为日耳曼人加入了德军 在营部这里 温特斯见过另外几名一连的士兵 以及公扬康普顿 眼下一连总计十来个人 九成的人都没有下落 特别是连长米汉中尉 以及和他同纪的士兵 大家都没有看到过 米汉中尉的失踪 使得温特斯中尉 成了目前一连的最高指挥官 而地连的斯匹尔斯中尉也过来聊天 地连目前集合的也只有二十多人 斯匹尔斯跟康普顿要了包香烟 冲着战俘走去 和老乡攀谈的马拉奇 被战友叫走 中间和斯匹尔斯打了个照面 斯匹尔斯走到战俘中间 递给他们香烟 甚至给他们点上了火 俘虏们也很有礼貌的感谢 不久 没走多远的马拉奇 听到一阵冲冲箱的突突声 他回过头来说了句sheet 影片虽然没有给到斯匹尔斯枪杀俘虏的正面镜头 但是从枪声判断可以知道 是汤姆逊冲锋箱的声音 刚才端着枪过去的 恰好是斯匹尔斯 看守战俘的士兵拿的是M1加兰德步枪 营长斯特雷耶 召集各连的连长开会 温特斯作为一连目前最高长官参加 马拉奇回到兄弟中间 看到路过了斯匹尔斯 心里直犯嘀咕 在营部临时作战室里 斯特雷耶少校告诉他们 前面大约300码的布雷库特庄园附近 有88毫米炮 正朝着尤塔海滩登陆的部队开火 一连将执行突击任务摧毁这些大炮 温特斯随后和一连的战士们部署作战计划 他们所要面对的是四门88毫米加农炮 德国人躲在可以通向所有炮台的壕沟里 同时后方还有机枪的掩护 一连目前的这对人要建立起火力点 同时组成两个三人小组 在掩护下快速移动 瓜内尔问温特斯敌军有多少人 温特斯也不知道对方的人数 他们拿好武器弹药放下其他装备 加上A连的霍尔和团长辛克上校的司机洛兰 总计有14人加入战斗 他们悄悄穿过菜地 逼近德军的炮兵阵地 对方正在朝着海滩方向炮击 温特斯摸清对方大炮和机枪的位置 他首先会派人在右侧 向敌人机枪吸引火力 康普顿负责在左侧攻击他们 同时命令利普顿和兰尼 在右侧向敌人射击 看到第一门炮被拿下 就马上带战药过去 战斗随之打响 利普顿和兰尼爬到树上 开始向敌人射击 树枝被打得吱吱作响 康普顿 瓜内尔和马拉奇 向敌人机枪阵地扔去守雷 接着跳进壕沟解决附近的敌人 康普顿的冲锋枪却这时卡壳 幸好战友替他解围 看到机枪阵地被解决 温特斯带人向第一门炮的壕沟冲去 而炮炮眼这时屁股中弹 嘴里说着 哦 对不起长官 大家朝落跑的德军士兵开枪 训练有素的一连 很快体现了训练成果 司机洛兰连打了好几枪都没有打中 温特斯转身发现 一名正在投掷手榴弹的德军 将其击毙 手榴弹在壕沟里引爆 差点把拖衣炸飞 温特斯命令大家守好大炮 他沿着壕沟搜寻敌人 击毙的两名正在给机枪装弹的德军 康普顿查看泡泡眼的伤口 温特斯让他自己爬回后方 战斗扔再继续 康普顿的手雷滑落没扔出去 差点又炸到了托衣 温特斯和康普顿发现了第二门炮 加上托衣他们三人 随后向对方先投掷手雷 发起突击 一口气打跑了这里的守军 剩余的一名敌人喊着德宇投降 托衣让他闭嘴 后来只好把他打晕 温特斯告诉康普顿 他们的攻击计划起了作用 被打梦的德军竟然向 友方的第三门炮射击 趁着敌人还没有划过劲来 温特斯回去找利普顿 找来炸药炸掉这些炮 马拉奇发现敌人的尸体身上 可能有鲁阁手枪 他让战友掩护自己跑去捡手枪 结果跑过去 发现只是炮兵的瞄准镜 马拉奇的举动 让德军以为他是医护兵 停止了射击 等医护兵往回跑的时候再打 空手而归的马拉奇 只好冒着枪林弹雨 跑回兄弟们的身边 温特斯过来 问他们利普顿跑哪去了 镜头转到利普顿这里 他正给受伤了炮炮眼 屁股上撒黄氨粉止血 在温特斯这边 他遇到了过来查看战况的赫斯特上位 他需要的是大量的弹药 特别是TNT炸药 豪尔告诉他自己正好就有 豪尔把炸药放进炮管 但缺少隐信 温特斯找到德国人的手榴弹 将炮管炸开了花 这里有一处穿帮 手榴弹的引信并没有拔掉 接着温特斯来到第二门炮这里 康普顿带着马拉奇和霍尔 突击第三门炮 其他人留下掩护 结果霍尔在通过壕沟时 踩中的地雷被炸死 康普顿和马拉奇 则顺利拿下了第三门炮 温特斯看到他们的手势 向大炮走去 发现了已经死亡的霍尔 叹了口气继续前进 一名士兵询问利普顿迎部的位置 稍一抬头就被子弹爆头 在炸掉敌人的右翼门炮之后 温特斯在敌人的桌子上 发现了地图 标明了附近地区的大炮 和机枪的阵地位置 斯皮尔斯接到赫斯特上位的指示 带着地连的五个援兵和弹药前的支援 在一连的掩护下 攻下最后一门炮 但有几名兄弟被打死了 姗姗来迟的利普顿 带着炸药终于找到了温特斯 后者给他命令 炸到最后一门炮就撤退回去 摧毁敌人大炮的任务已经完成 温特斯命令所有人 依次掩护撤回到营部 回到营部的温特斯 向营长斯特雷耶汇报战况 他们大约击毙了20名敌人 但德军仍有40人 三挺机枪 需要更强大的火力才能消灭他们 话音刚落 他遇到了尼克松中尉 同时后者带领着几辆谢尔曼坦克过来 入业后 第40的人员物资开始进入内陆 不过101空降师包括一连 仍然散落在整个诺曼底 离成功登陆站稳脚跟还远得很 他们有一小时短暂的时间吃饭和休整 然后要继续南下 向库罗维尔进攻 在卡车上 马拉奇给大家做着饭 大家也颇为放松 温特斯走过去和大家打招呼 连长米汉还没有消息 他目前还是一连的最高长官 不过通过作战 让大家对他的作战领导能力信服 他也魄力和大家一起喝酒 连一开始吐槽他的瓜奈尔也心服口服 温特斯随后和尼克松提到 今天有位名叫豪尔的年轻人丧生 甚至都还没有到喝酒的年龄 他望向远处交火的区域 心中向上帝感谢登陆日这天对他的眷顾 祈求自己能最后撑到战争结束 回家度过平稳的余生 凭借在6月6日 一连攻击布雷库特德军炮特的优异战绩 温特斯获得了优异服务勋章 康普顿和其他人也分别获得了银星和铜星勋章 他们娴熟的运用战术 用强大的火力压制敌人固定阵地的火力点 同时安排少量士兵从侧面大胆包抄 利用战壕激动消灭敌人 这次作战案例时至今日 仍被西点军校沿用作为教学典范 温特斯事后也认为 如果这场战斗由索贝尔来指挥 率领一连的13个人从正面发动进攻 自己牺牲不说还要搭上兄弟们的性命 可是如果没有那些高标准的训练 一人的兄弟们也不会有如此良好的纪律 战术素养和熬过无眠的夜晚坚持作战的耐力 以及精良的武器操作技能 好了 以上就是美剧兄弟联第二集的内容 欢迎收看并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喜欢的话 请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并加入我的QQ群 我是张馆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